这就是你说的闪光的一马虎 对啊 只有在这里 只有在一马虎 才可以独享这种美景 廖州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让每个来到这儿的人 都看到这闪光的一马虎 这很好啊 你有什么建议 在冰岛呢 大家为了在最佳位置 最佳时间观看极光 专门设计了一种 透明的泡泡无功游客居住 他们把鸽子龙一样的酒店 拆分成一间一间透明的房间 分散在林间 草地 山间 还有海边 让游客们可以足不出户地 去看极光 看风景 还有看海 不需要强调什么海景房啊 湖景房 我觉得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 人家的经验 专门设计出一种 透明的玻璃帐篷 这样呢 游客就可以躺着 看着满天的星光了 一样的地球 你也不能在马上 就要用 它们把一样的设计 补费的 老板 它就是 比如那 始终不在 迅速决定 我不太明白 通过我们刚刚的沟通 我可以接纳你的建议 不是 姚舟 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 我是 我只是想 让你能知道我的想法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好 我知道了 小柔你知道吗 月牙万的改造 好 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力度不够大 眼光不够远 但是它还是没有像 枪寨的旅游那样的 小柔 你过来 你看看这印马虎有多美啊 所以印马虎啊 一定是个国际接轨的印马虎 我要让这里 变成世界人 看我们阿坝州的窗口 小柔 你根本想象不到 未来几年 你看到的所有的小路 都会变成 宽阔平整的百游路 在我们身处的对岸 会建起全阿坝 最大的五星级国际酒店 周边的配套设施 我们也会一应跟上 我们也会有高尔夫球场 有度假村 还有演艺中心 到那个时候 那牧民呢 到那个时候 国际化的印马虎 就可以跟九皇环线 交相辉印 我们阿坝州全域旅游的本途上 又有了一个国际化的店饭 这并不遥远 也许两年 最多三年吧 我们阿坝州的旅游 将又一次迎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要修马路建酒店 那不是要把一马虎周边的湿地 都填平吗 你这么大体量的国际酒店 环境保护问题怎么解决呀 你的思想怎么还停留在过去呢 现在什么年代了 现在的技术 是完全可以避免造成的污染啊 我们已经成功改造了月牙班 只要再改造一马虎 九皇环线的北线 我们就可以打通了 形成完整的一个旅游产业链 这是造福全州的 你怎么就轻易反对呢 一马虎周边的牧民 才是这真正的主人 你现在让外来资本 占领了一马虎的资源 你有没有想过 你把牧民的利益 放在什么位置 那像郎刚那样的人呢 又该怎么安置呢 州政府 对当地的服务品 是非常精准和倒背的 我们现在已经 跟有关部门合作了 开发出了高海拔地区 烧水可以烧到 一百摄氏度的社会 我们已经投放在了 定居点 医院 学校 以及所有的单位 现在的牧民 基本算是告别了 大股结病 包虫病 你说我们把牧民 放在什么位置 至于你说的郎刚这样的人 他就是懒 他不愿意放牧 不愿意打工 整天无所事事 你说我们拿他怎么办呢 还是你认为 我每天就伺候郎刚一个人 你也有着 我想回去了 小荣 你是不高兴了吗 没有 我就是困了 小慧就点休息 到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不会把牧民 这个时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柔 其实我有今天的成绩 也离不开你的支持 杨剧长雄才大略 自成体系 我可不敢留人之美 小柔 我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也会不高兴 但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你每次来这边的时候 总是跟我唱反调 你总是拿着你自己的观点和理念 来质疑否定我的工作 甚至你想推翻我在这边辛辛苦苦所做的一切 我真的是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做我坚强的后盾呢 我有多么愿意相信你 多么愿意去做你坚强的后盾 你根本都不知道 我曾经爱过一个男孩 他率真热情 他卓尔不群 他甚至教会了我 不要好高乌远地去设计那些所谓的传世名作 可是我现在心里 只有失望 请原谅我 实在是没有心情为你未来的宏大规划而鼓掌 别忘了 抱歉 抱歉 你每次来这边的时候 总是跟我唱反调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做我坚强的后盾呢 不明白是主 我们是客 可随主编的道理你应该逼我清楚吧 我不指望你来帮我 但别妨碍我工作好不好 我曾经爱过一个男孩 他率真热情 他着耳不屈 可是我现在心里 只有失望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我就把这个方案 上报的州政府办公会 顾会 我有意见 从你们那位老同志的态度 和对你规划的修改意见来看 我们在印马湖建酒店的方案实施 看来有点麻烦 是 但请杨局长放心 我们愿意参与印马湖开发的新 是不会变的 等您的方案在州里过会后 再联系我们吧 是 老领导 大家都想过上好日子 我们看到其他地方开发了 富裕了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头上 我们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来了杨局长 杨局长一来 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投资商 投资方跑了 你高兴了吧 就因为你今天插了这么一杠子 你知道印马湖会损失多少 外来的资金投入吗 好 幸亏我插了这一杠子 要不然印马湖就毁在你的手里了 我来得很及时 爸 局长 杨副主席 什么 杨局长 今天您怎么来了 有没有见到一个可疑的人 什么可疑的人 就一个披头散发的 看得跟疯子一样 你见过吗 没有 让你的人赶紧清点一下设备和材料 杨局长 到底是什么事呢 别问那么多了 赶紧去 好 快 快去 全崖是猎人的杯子 一马湖 走 你是一个藏族的汉子 怎么能做这么卑鄙的事 藏族的汉子 你不配当我们藏族的汉子 梅雯 我和他谈谈 你跟他谈什么 滚 滚 局长 没事吧 你们俩跟着我干吗呢 就在这儿盯着 好 我要酒 我可没酒 想喝酒 一会儿可以陪你喝个痛快 你趁早放了我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浪费时间 你又没工作 也不需要政府的帮助 你禅酒怎么办 去投 去抢 我用牛奶去换 投抢会触怒神灵 跟你们这些破坏硬马虎的人 有什么区别 我们怎么就是破坏硬马虎的人了 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把硬马虎搞得更好 让更多人知道它 你们不走硬马虎就会死 你一个人在这儿了 硬马虎活了吗 还有啊 就你 一个人正正挡住魔鬼了 保护硬马虎了 挡不住亚党 你吹牛吧你 人人说过 硬马虎是我们草原的眼睛 就像人的眼睛不能浸沙子一样 一马虎的湖水也不能被玷污 什么人人 那是我阿嬷说的 我那个时候只能牵着牛尾巴 我记不清了 好吧 跟我说说你这个恩人 是怎么帮过你的 我阿嬷说过 恩人把我阿嬷 从魔鬼的手上救了下来 她替我阿爸下葬 我虽然不记得她的模样 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我记得她说过的话 而且我会一辈子记得 她说什么了 是 恩人说 硬马虎 是我们草原的眼睛 我们草原牧民想要生存下去 就要世世代代地去守护它 还有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从小就生活在这儿 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阿嬷是不是叫扎西 我阿爸是草原的英雄 所有人都知道他 是啊 你阿爸是好样的 三十年前 他为了追赶一群盗猎分子 不幸被这帮家伙 用猎枪给杀害了 是吗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 你叫朗刚 当年 有个人 救了你阿妈和你 你出生的那天 正好三十号 他就给你起了朗刚这个名字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呀 我就是当年 给你起名字那个人哪 孩子 我又见到你了 你是 你是阿妈说的那个恩人 不像吗 孩子 我不是什么恩人 我只是呢 对不住你阿妈 对不住你了 恩人 先生 那人哪 我跟我阿妈 都算盼到你了 朗刚这么多年嘛 他虽然做了不少蠢事 但是呢 他是有原因的 你应该去向他道个歉的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 我不管他出于任何的目的 今天他的这个举动 如果我挽去一步 整个银马会都给烧掉了 那这个责任谁来担呢 你担还是我担 朗刚确实做得不对 但是你想过吗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 保护银马虎的生态呀 不要一错再错 爸 你只知道 朗刚这几年受了多少的委屈 那你儿子的委屈呢 我受了多少的委屈 你就一点都看不到吗 为了开发一马虎 你知不知道我做了多少个调研 熬了多少个通宵 才指定出这一套 收益最大污染最小的方案了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个心思 才邀请那些国际酒店 到这儿来投资 这是连酒债和黄龙 都没有得到的机会 你知道吗 爸 许前阿把周没钱 我们看着高远飞不起来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有钱了 我们能飞得起来 而且有可能比别人还飞得高 可是呢 你今天突然横插这么一杠子 投资王全跑了 就因为你这一句话 我所做的一切全毁了 我又得要从头开始 你这样拆我的台 有什么意义呢 我特别不明白 更何况现在我才是 阿把周旅游局的局长 既然政府派我来这边开发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我 不愿意相信你自己的儿子呢 老邀啊 正是因为政府和大家 都看到了你的成绩 他们才相信你 才知道 你有这个能力 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呀 人家也给了你一定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忘了 你现在旅游局长这个位置 那可是广大牧民给你的 你只有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地为人家谋福利 你才能报答人家 对你的信任吧 怕你说这么的我问你一句 你还是不愿意放手 不愿意相信我是吗 我来阴马湖之前哪 大家都在说你的成绩 都对你是赞不绝口啊 尤其是你阿妈 天天跟我说呀 老幺长大了 老幺成熟了 老幺长大 让我呢 早点把手里的线剪断 让你飞得更高 孩子 我不否定 你自己的努力 但是呢 由于你的立足点是错的 那你越努力 会越错得离谱吧 爸 爸爸是不想看到 你以后后悔啊 更不想看到 一马湖因为你错误的判断 毁在你的手里啊 我怎么就把一马湖给毁了 爸 你告诉我 怎么就毁掉一马湖呢 不是想把一马湖打造 人跟酒债黄龙秉肩的景区 创造经济效益 带动草地四间的旅游产业 我哪儿错了 你告诉我我哪儿错了 刚才你说 你了解 保护盛态的重要性 那么在你调研的时候 你真的了解了 一马湖的过去吗 你凭什么说我不了解 你凭什么说我不了解 你如果了解一马湖 你就不会忘记 几十年前的一马湖 是个什么样子 你凭什么 那个时候 由于过度地放牧 导致草场杀化 湖水干河 曾经的绿草如荫 湖水荡漾 变成了沙土飞扬 雨智 每天都线 都是湖水荡水 都是从银马湖汲取的 按理说呢 驻扎在湖边 生活呢 会更方便 可是你发现了吗 为什么没有一家帐篷 扎在湖边的 而都是扎在了 远离湖边的地方 知道为什么吗 万哥 跟他说说 说说 我们藏族的牧民 祖祖辈辈都把我们的银马湖 当成圣湖 有羊有水喝 鸟儿能唱歌 人们能生活 那都是因为银马湖 所以 我们把银马湖 当成我们的眼睛一样看待 我们从来不在湖边洗头 洗衣服啊 我们把帐篷搭在离湖很远的地方 然后再杯水过去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用过的水 会被草原过滤掉 不会弄脏一马湖 明白了吗 牧民们明明知道 靠近湖水居住 用水很方便 可是他们呢 却依然远离了湖水 到那边去安营扎寨 这几十年哪 周政府呢 为了保护银马湖周边的这个环境 也出台了 严格的禁木制度 尤其是银马湖周边的 这些藏族牧民们 为了保护好这一洪净水 他们强忍着自己 生活上极大的不变 绝不让这个湖水污染 正是经过这些人的 十几年的修养生息啊 这个湖水 才重现了生机 可是你的那个 所谓的豪华开发计划 是什么呢 竟然要在驴湖水 几十米的地方 建豪华大酒店 请问 你的豪华大酒店 建成了排屋怎么办 还有 高尔夫球场 对草原地下水系的依赖有多大 需要撒多少农药 这个 你比爸爸清楚吧 要我说 你是在把牧民们 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啊 你不是给草原造福啊 你是在毁灭草原 知道吗 所以啊 朗刚他为什么拼命 也要阻止你们呢 幻成是我 我也会这样 好吧 为了保护好这一红净水 他们强忍着自己 你生活上极大的不便 绝不让这个湖水污染 可是你的那个 所谓的豪华开发计划 是什么呢 罗空姐 你说吧 也没什么 我自己想通了 好 局长 你看什么呢 上次局里开会 我宣布一马会计划的时候 你当时想说什么 哪一次 我想起来了 我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想说什么来着 我记得当时你话没说完 就被我给摁住了 我想知道 你当时到底想说什么 局长 其实我自己都没想清楚要说什么 不过我就是觉得吧 您现在一马虎这个规划 跟之前岳崖湾那个规划 好像有点 有点不太一样 不一样的景区 规划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啊 局长 您看啊 您给岳崖湾的牧民们 打造了藏家乐 吸引了游客 也实实在在地 让桑吉那些出让草原牧场的牧民们 挣了钱 有了实际的收益 这是好事 可是您现在吧 又想在一马虎这边 修五星级酒店 盖高尔夫球场 当然 这事会吸引一些高端的游客 但我总觉得吧 这跟咱们一马虎周边的牧民们 好像没太大关系吧 局长 您可是知道的 这一马虎现在的美景 可是这些牧民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还有生活的便利 好不容易才换来的 我 说多了 说多了 这是谁干的 只要能保护一马虎 这都不算什么 孩子 这么多年 让您受委屈了 不委屈 自从让您走了以后 我跟阿玛就一直留在这里 阿玛说 一马虎是我们的圣物 要我听您的话 当这里的守卫者 所以你就不停地捣乱呗 我问过天上的雄鹰 问过我阿爸 我阿爸说了 把魔鬼赶出神圣的印马虎 是我朗刚该走的事情 有一次来了一群人 他们圈了一块地方 开始盖房子 还不准我们任何人靠近 有一天晚上 我就逃走法进去 把他们的东西 全部扔进了沼泽 可是 我走的时候慢了一点 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还说 要拿我这条命 给他们赔偿 当我睁开眼的时候 看到我阿玛守护在我旁边 我就知道 是杜母娘娘让我活了下去 让我继续我的神秘 来 阿玛做了几年了 局长 两年咱们还进去吗 9月18天 想没想过 为什么你阿玛的腿病 越来越严重啊 为什么你阿玛 总是要追着太阳来取暖呢 在咱们草原上 只用生火烧水 那水里的细菌是消灭不了的 你阿玛喝了这样的水 她自然就要生病 再加上你这个帐篷 你看看 四面头疯啊 你阿玛这个腿 受了这些寒气 就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议 你们到定居点去 定居点那里呢 它是暖气房 大家不用呢 去追着太阳取暖 里边还有高压锅 高压水壶 把水烧开了 大家可以喝上 没有细菌的水 这不就对身体好了吗 二人 那您的意思是 如果我阿玛再早几年的话 郎哥 在离咱们这儿不远的洪源县 有个地方 叫月牙湾 那儿的很多牧民啊 都跟你是一样的 都是舍不得自己的这个牧场 后来嘛 有个人到那里去开展工作 他不仅给那里呢 带来了先进的医疗设备 还呢 帮助他们修建了 现代化的卫生界 就是厕所呀 他手把手地 教他们科学 还有卫生知识 从根本上 彻底地改变了他们 传统的 不卫生的生活习惯 现在的月牙湾嘛 变得可漂亮了 本人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嘛 就是你要赶走的 那个养干部啊 他也是我的小儿子 叫杨耀周 老幽 您来吧 不想 不想 你们父子两个 一点都不想 岚耿 怎么不想啊 你当年来我们草地的时候 就想着怎么让 我们草地的百姓 过上好日子 给我们慕名造福 而这个杨领导呢 他天天想的是 咱们修建大房子大酒店 不想 一点都不想 多好啊 你看看 这几十年了 印马湖现在 他一点点 变回他本来的样子了 岚耿 但是呢 咱们这个眼光啊 得往远了看 恩人 您不能骗我 您之前说过 印马湖是我们草原的眼睛 您现在是在帮他说话 岚耿 你要是能帮助杨干部 重新制定印马湖的规划 我相信他不会损害印马湖 一草一木的 杨干部嘛 虽然莽撞 但他是从心底里 真的想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想让外边的人呢 更多地知道印马湖的美丽 也让呢 印马湖周边的牧民们 都因为保护印马湖的这份美丽 也能得到经济回报 就相信我 也给我个面子 帮帮他 好 局长想什么呢 还可是因为鬼话的事啊 局长 局长 我看您一早上一口水都没喝 这可不行 你还是喝点吧 局长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觉得吧 咱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岳崖湾的经验呢 让咱们这边的牧民 也搞一搞藏家乐 这样不仅保护了环境 也能实现当地的经济增长啊 这我当然知道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 领导也何必点我的名 让我来呢 你们俩过来 这个事啊 我想了很久 目前我们的方案呢 确实不太适合一马湖湖 一马湖到县城的距离是四十公里 这四十公里放在内地 城市里面不算什么 但是在这个地方 得花上三到四个小时 局长 咱们阿坝州地广人稀 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很正常的 来一马湖不能错过两个时间点 日出和星空 如果要看日出的话 意味着早上的三点就得起床 如果要看星空 晚上两点以后才能躺下 这样以来这三到四个小时 就变成游客的负担了 就直接会影响到游客旅游的体验 这个对我们硬马湖是非常不利的 不是 局长 如果坚持要看星空和日出的话 那咱们就必须得在 硬马湖附近的草原上 建游客的居住点 这样子不就又破坏环境了吗 再说了啊 到时候那个朗刚 指不定又干出什么事来 对吧 局长 要不咱们找一下夏柔姐 她是专家呀 她肯定有办法 你 所以她是专家 想要喝一杯 一杯 那些人 然后再来 她呢 她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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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专家 她是专家 她是专家 你 Tank 妈 爸 干 早 好 小柔啊 鸡蛋马上给你煎好了 不用不用 妈 我这些就够了 她想做你就让她做吧 你现在每天也只有早饭在家吃 她当然都会给你备上 那么早就有工作 四二有电话 小柔啊 这次鸣马混回来 就没见过你提一句那边的事 小杨也不提 那别扭了 没有 我这次不是带着好多实际生 过去做调研吗 结果呀 爸你不知道 自然风光特别好 她家有的时候都忘了 自己是干嘛去的了 回来的时候还总吵着 要过去再说二刷一次顶点呢 小柔啊 从小你就有报喜不报忧的习惯 到现在也没改 在爸妈面前拿 不用这样 我没有啊 妈 以前工作再苦加艰难 你都是斗志满满 可现在啊 我和你妈都发现 你一个人的时候啊 常常在发愣 就算在我们面前装得开心啊 可一转眼啊 这眉头又拧上了 你看你们两个 就像沈浅逼过我们的 好好好 我服了 我承认 最近是遇到了点小问题 不过都是工作上的 再说了就 凭着你女儿这水平 那还能应付不了吗 早晚都解决呀 就是工作上的事 妈 我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啊 路上小心啊 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